一進到議會警衛室就開始匕首畫腳 不斷謾罵 他就是新北市警察局公關室 黃姓主任 只是他罵的對象竟然是新北市議員 隔天中午這話傳進 當事人而理 被恐嚇事後議員打給警察局長 表達不滿 也找來本人當面對峙 痛癖造成公關室及議會 溝通橋樑上的危機 只是這樣的狀況似乎不是個案 議員表示也多次接收到 基層員警的投訴 指控這名主任 平常也會對下屬拍主謾罵 他其實很常對我們處事的長官 比如說我們自己同仁就是罵小聲 然後會讓我們覺得有點被霸凌的感覺 對同仁講說 叫他就是跟他打招呼都不會回 信不信我找人弄他 可是他是用台語講的 然後這是我們自己同仁自己下聽到的 我們是覺得滿不可思議的 因為有點太操作了 這回疑似是跟議員有長期恩怨 再加上覺得對方態度冷漠 心聲不滿 2號下午直接在警衛室 當著所有人的面 罵議員甚至出言恐嚇 雖然道勒歉 但在雙方心裡恐怕已經留下疙瘩 TVBS新聞新聞新聞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